上馬 有隻蚊子 蚊子 蔡翁, 在你左邊 是呀 甚麼蚊子 蚊子 飛左 是, 我重砲了 陳翁, 你重砲, 是不是 馬獅子 我的馬, 我的馬 香港八三枝, 才用實馬 姐姐 魷魚 魷魚 蚊子, 沒規矩 人家都沒到齊, 自己在這裡吃 是呀, 小心毒食爛肥 蚊子趕時間, 你喝一口蚊子 趕時間開工, 不好意思 好, 笑笑 蚊子, 這麼早趕時間開工 一定生意興隆 最近接一間大公司來做 比較忙碌 接大公司來做, 又前途 蚊子, 早前你還獎勸 現在生意這麼好, 你紅運當頭 你做女兒, 說不定多幾年 變成了香港的清潔大王 是呀, 飛十二 別這麼早 以你的腦袋做事, 做到清潔大王 我陳翟是經紀大王 汽車大王, 地產大王 好, 是呀 吃飯 你吃蒜頭, 這麼大口氣 阿職, 你別這麼看小人 是呀, 以事論事 如果世界這麼容易做 我不用飯飯做了 你看, 現在股東生意做了 你聽過貴貞不貴多了嗎? 不是呀, 聽過 你呀, 你這叫周身都武將 呼籲之見, 不錯了 兩個 弄一件古董, 你看多漂亮 謝謝 放一件古董在這個看上本書 優雅大方, 價值高很多 那倒是呀 貴不貴? 不貴, 便宜了幾百, 貴了幾千 古董怎麼這麼便宜 有呀, 說估計嗎? 真是假的 是呀 仿者不是真的嗎? 不是真的跟朱爾晴差不多 放在我的看上本書 真實, 低格兼武格 適合你身份, 為甚麼? 這些東西不真的嗎? 你… 你好 你好 湯記, 老闆說家伯很差勁 行了, 我去了, 還有其他吩咐 沒有了, 我走了, 再見 再見… 對了, 你們千萬不要打破 經理西裡的古董 老闆很緊張 那我一定問你了 那些古董是真的還是假的? 那是真的 吵架也一萬八千 不跟你說了, 你要記住多點 好, 你放心 我們湯記做事就很奇怪 是… 那就最好了, 我先走了, 再見 快點 慢點 挺好人時 對, 我也是這樣 開工吧 先握手, 搞定經理室, 好嗎? 好… 來, 走… 這張碟真的很漂亮 對, 難怪經理這麼緊張 我想這裡真的很貴 你們倆別再看了 外面有很多東西等著我們做的 來吧, 收拾我們一場吧 來… 等一下 為甚麼你做事這麼不小心? 死了… 我沒有意義的 對…我知道你沒有意義的 不過…現在怎麼樣? 不過…不過是甚麼事? 不過黃先生, 不像你這麼說的 人家的碟子很貴的 你打癢的時候 你身體也不夠賠 你別嚇我, 我一個先也沒有 你…你放心, 不用怕, 冷靜一點 沒理由要待會兒賠 大家兄弟班 放著你跟公司做事 公司出錢賠 康哥, 是不是真的嗎? 真的… 不過不知道要賠多少錢 對 錢又不是大問題 最多是大家一起打免費工 甚麼?說得這麼容易打免費工 最怕惹人生氣 人家叫我們以後不用做 糟了 最壞的是你, 剩一大頭蝦 算了…不要緊, 別怕 甚麼後果都不用怕 誰叫我們自己做錯事, 是不是? 康哥… 我們可以當甚麼都看不到 甚麼都看不到 當風吹跌也好 當老鼠拉跌也好 甚麼都看不到就行了 那豈不是自欺欺欺人? 怎麼說也好 難道看他這麼大的生意 你這個爛鬼碟弄餓了嗎? 不行… 好, 就算你騙了人家 我們心裡也不安心了 我們做人一定有暫感 好, 這宗生意沒了 就找另一宗吧 別想太多, 明天復經請聚 這個房顧真的像 那些花紋、扇條完全一樣 幾乎可以以假練真 五百多元抵了 真的, 有很多老闆不知道 一萬元就爭著要價 對, 給我盡量多進貨吧 好, 就這樣 聖叔 幹甚麼? 做好東西, 你看 你很適合, 我來聖魚 怎麼這麼大? 幹甚麼? 是古董 古董? 你現在當我三歲小孩 不懂東西嗎? 街市有很多, 有得買 十元三隻, 你要不要? 比這隻好看 我知道有人想買假東西了, 對不對? 甚麼假東西?你懂甚麼? 古董, 古董? 看看吧 當年慈禧太后擺睡房就是這隻 大哥, 李吹牛似乎過分點了 你這臭胖子, 你讀詩片嗎? 有沒有讀歷史? 當年八國聯軍打北京的時候 是不是不見很多古董? 這就是了 是呀, 我讀書的時候也讀過 是呀, 看看 是呀, 真是的 腿綠真的像一層 你別看它滴滴滴滴滴 現在市價為到二萬多元 五萬多元, 謝謝 剛才我真的失誤了 我以為你今天早上說了 那些入貨的房古之類 不怪你, 你見識少了, 沒關係 不過這樣很多人都見識少了 古董隨時有很多人 很多假的東西騙到人 是呀… 但我的層跡不同 眼光銳利, 一看以後 無所遁形 阿康, 回來了? 阿康仔 阿康仔 怎麼你臉都清淡了? 你不舒服嗎? 趁你休息一會, 快吃飯了 現在吃龍肉也沒味道了 為甚麼? 他的伙計打破了人的古董 吃萬多人 那怎麼樣? 吃萬多人?那怎麼辦? 要不要你陪? 我還沒跟那個女婿說 不過賠就當然要賠 我最怕是她生氣起來 取消了一張合約 那… 不過難怪別人生氣 一萬多人都猜得 誰打破就能生氣了 是呀… 等等 你怎麼知道值萬多人一人? 我猜而已 阿康仔, 你知道嗎? 你現在市面有多少顏品? 其實是幾百元而已 靖哥, 那個秘書說是真的 來…我拿了碎片回來的 沒用了, 沒人會看的 阿康仔… 你剛才不是說自己眼光銳利嗎? 快幫我看看, 看看… 幫我看看吧 可以… 你們看看吧, 靖哥 怎麼樣… 怎麼樣?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嗎? 值多少錢, 靖哥 甚麼? 唯起上來… 市價二萬多元左右 死了 那真是白祖 誰知道, 阿康仔 連生意都沒有了 簡直是血款無歸 這次很可憐 這次夠了, 夠了 是誰的… 是我的 靖哥, 你救我… 不行, 我沒有錢… 真的沒有錢 我不是問你借錢… 我想叫你借這個給我頂著 甚麼? 算了 不行… 很幸運, 你知道嗎? 你這次跟我打破的一模一樣 是嗎? 阿康仔, 這次你救星做了 阿姊遲日不做, 早就不做 現在才做孤島 是嗎? 這次你有救星嗎? 是, 救星 對… 快點拿回去, 放在那個位置 我經理就不快了 是否真的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我給他了 不行… 為甚麼不行? 你反正買回來做生意 想賺錢 是呀 那就優惠一下自己人 賺少點賣給那個康仔 是呀… 阿姊哥 阿姊, 剛才你說借二萬多元 對吧? 那就給個字頭的康 是呀… 總之這隻東西不能賣 告訴你… 這隻東西不能賣 又有客人訂了 是… 有客人訂了容易, 推軌了客人 現在康人沒錢給你 不過跟你商量比經理商量好 是呀… 不過這隻東西是這樣的 我其實不想害人害己 是嗎? 是呀… 不想害人害己嗎? 別說你嫌棄得少 有客人, 明明是藉口 是呀 藉口 我真的看不到你 你這個人竟然這麼冷血 康仔現在弄成這樣 你真是見死不久 是呀, 你這個人 因著你斷陸親 是呀… 我是奸的, 奸的成年人, 好了嗎? 開心吧 大哥… 我希望他打破他 打破了你很開心 對了, 借他去桂通慶容, 好嗎? 不行, 全包了 做人別這麼自私 不知道誰是自私呢? 是呀, 我自私 是呀, 那怎麼辦?我承認 我不自私, 怎麼去平平平平平 拿來用一下 怎麼想創部主多道? 是你說的, 一晚一份不浪費嘛 多道?先封機 陳職, 還有很多款瓷碟 好, 阿翔, 要全部給我留下 多多也要, 謝謝 好, 謝謝你, 阿翔 謝謝… 阿翔, 算得怎麼樣? 如果分十個月還, 就慢慢緊 分二十個月還, 就不要一千 就鬆動很多 如果老四要你一次過還, 怎麼辦? 一次過還當然不行了 賣光的工具也不行了 阿翔, 阿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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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翔, 那這麼大筆錢 要不要跟舅父商量一下? 你也很傻 我們自己人, 難道我見死不救了? 你這個舅父更加沒問題 他到時都會借給朋友幾千 阿翔, 阿翔 阿翔, 阿翔 阿翔, 如果你還不夠 我可以跟你想辦法 大家這麼擔心我真的不要… 不用擔心, 我大哥答應了 答應了嗎? 就要養一隻碟給你 真的嗎? 真的嗎? 真的嗎?他會這麼好寫 是我約 當然是真的 這樣的話, 我大哥剛才接了一個電話 原來還有很多隻這樣的碟 他就叫我拿一隻下來養給你 是嗎? 阿翔 想不到你老大做好人 阿翔, 阿翔這次良心發現了 阿翔, 錢方面怎麼樣? 隨便吧 他說你隨便每個月可以拿到多少出來 就每個月比較多 這樣也有 我今天才發現 原來人是善變的動物 你也是, 你剛才富有負面 現在算得見銀子 是呀… 是呀, 康, 快點回公司 我立刻拿… 很聲音, 一起打破 你已經開門了 兩位小姐放心 我們公司有所事的, 再見 阿翔, 阿翔 阿翔 翔哥 你怎麼還沒走呢? 是呀 或是有特別的事做 糟了, 不知道會不會被他 發現了那隻碟 不是原本那隻就糟了 不是 很危險 翔哥, 你走去安裝一下他 快點 你安裝一下, 我們繼續做 我們繼續做 快點 不要走 沒事了, 沒事了 黃先生… 怎麼樣?還沒搞定嗎? 行了… 用心去搞定 一定要… 再見… 沒事 上手掌飯了沒有? 我趕著回家看明愛聲輝亂萬家 這也要等馬雞少爺吃 來, 上菜又來幫忙 這次真是多得了阿姬哥 麻煩阿姬哥, 替我弄好了他的事 舅母, 那個老闆一點也不覺得 是嗎? 不過這樣, 我覺得這樣做就像騙人一樣 甚麼騙聲? 真金白銀給阿姬少爺買回來的 這就是賠償, 走… 阿姬 阿姬, 阿姬 是… 怎麼這麼好, 等我吃飯了? 這就叫你敬我一切, 我敬你一仗 我… 阿姬哥, 阿姬哥 阿姬哥, 阿姬哥 怎麼樣? 阿姬哥, 真是謝謝你 這筆一千塊, 你的 真棒, 這麼多東西 我都不明白, 甚麼一千塊 阿姬哥, 我給你解釋 因為你的遲碟是二萬 我一時無法付得起 分二十個月, 每個月付一千塊 這筆是第一個月… 誰說賣給你傻的? 阿姬哥, 你現在叫反悔了 甚麼反悔? 你答應別人, 又說賣又不賣 你沒有邀歧吧? 是呀… 甚麼?我甚麼時候說甚麼賣? 甚麼不是 你答應給阿姬, 阿姬哥 你回公司就頂包的 你現在反悔說不賣 那你只是想害死阿姬哥 是呀… 我甚麼時候給你回公司甚麼事… 甚麼時候?你不用再吵了 你問問你弟弟肥仔, 笨就知道了 笨… 笨仔, 出來, 笨仔 陸叔, 現在說不是 大哥 究竟甚麼事?笨仔 現在有人做私人當 那張瓷碟是我給康仔的 是呀 你反正有這麼多款瓷碟 你賣給他也不怕 是呀… 做得多賺少一點 是呀, 你這次真是害死康仔 我這個是仿製品, 值幾百元 是甚麼? 原來是衝頭科 是呀, 你不是開玩笑嗎? 說笑我也找別的樣子 難道我真是這麼沒同情心 見死不救嗎? 找好親, 找別的就找你了, 真的 對不起 甚麼? 為甚麼你不早點說呢? 一頭是死衝, 衝到又說 自己太后用過了 你當然太過分了, 所以不肯認衰 如果我早說出來 就笑得笑得我臉亡 真的 這個笨仔真是自殊的 這個笨仔… 鷹哥, 不要罵笨仔 笨仔也是想幫康仔的 那…現在怎麼樣? 康仔, 怎麼樣… 不用擔心 既然那個老闆不發覺 要將算就算, 偷龍轉鳳 當我沒有這件事不行 這樣不行 茂叔, 怎麼樣? 來… 就算人家被你騙了 你的心也不安心了吧? 那不是你 打爛人家, 不出聲不得意 還偷龍轉鳳 比特朗哥抓你去警局 那你… 這個不行… 那怎麼樣才行? 好… 好… 康介, 你等一等 你快就快出來了 別急 好… 老王, 我越看這隻碟越漂亮 你今天無論如何都要買這隻碟給我 讓我了解心事 你真是難為我, 是不是? 老王, 你別托我手搶 你家裡有很多古董 每個古董都比這隻碟貴 少一隻碟有甚麼所謂 這樣嗎? 別想太多了 你知道嗎? 我每次來你的辦公室 一定會看這隻碟一次 這隻碟就終於被我看得穿了 如果你不賣給我 不行… 我已經說不賣了, 不行… 這樣吧, 我出二萬 三萬了, 一口價, 老有鬼鬼 好吧 好嗎? 老有鬼鬼, 看你這麼喜歡, 成全你 好的, 我給你開支票 不行 不行, 這隻碟不能賣… 他不能賣 甚麼?你幹甚麼? 門都不敲, 走過來, 你幹甚麼 對不起, 這隻是仿古 仿古?我的真東西, 你說甚麼 真是仿古 你真的那隻我打爛了 你打爛了? 阿王… 別客氣, 你先聽他說下去 我打算賠錢給你 誰知道我看見那隻和你那隻一模一樣 我打算拿來交換 誰知道我發現那隻, 這隻是仿古 那你全心騙我了, 是不是 我… 阿王, 我看他不會騙你的 還說不是? 如果他騙你, 他也不會回頭 是嗎? 對了, 阿王先生 我打爛了你遲一點 是我不對 我最多賠錢給你 你賠?你賠得起? 我最討厭這個不老實的人 我告訴你 不過… 從今天開始, 你就不用想在這裡 搞清潔 好, 好 匡仔這次多數是空多吉小 我看要想幾句好話 安排他才行 是… 回來… 匡仔… 匡仔, 你怎麼樣? 怎麼樣? 說清楚了 錢就安排了, 然後就沒了 你這個老闆這麼沒人情味 匡仔, 沒關係 做人彈求心之所安 我支持你, 不用灰心 謝謝匡仔 沒錯 正所謂吃得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 是不是? 是嗎? 職哥何時說話這麼不避 是嗎? 匡仔, 匡仔 沒有生意可以這麼開心 是, 你不知道 我說清楚這件事之後 我整個人都安樂了 沒錯, 你以為像你這樣 騙了老襯還沾沾著你 匡仔, 匡仔 沒有生意不要緊 你還找不到嗎? 不是, 這間生意很大 黃經理有很多間公司 他是我們公司的大客人 這樣嗎? 聽到也替你肉赤 那沒辦法了 沒辦法了 還要安樂山 來吧… 來吧… 任百康 我們等一下… 匡仔 是嗎? 是, 是女人 女人? 是, 我是… 謝謝你… 這次冒死了… 這次冒死了… 誰要找你? 黃經理, 她的老友 阿漆的鄧秘書 你不是說話說話嗎? 慢慢說 對不起… 阿漆是黃經理的老友 阿漆就叫他秘書打電話給我 他說把他公司所有的清潔工作 全交給我 是… 好… 怎麼會這樣? 你這麼偶, 有人偷生意給他 是 黃叔 他說我夠偶和夠性質 所以說 蔡翁失華, 胭脂非福 是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